今天我们比较会讨论特殊的那个地震的事情 因为我的老家是那个卡拉曼马拉斯 阿比斯坦 其实叔叔也住在马尔森城市 马尔森城市也算是很近 阿达那很近的一个城市 所以当然是那边也有影响的 你跟你 我觉得你也跟我一样的 我们这个几天是睡不着 吃东西有点 几乎每天都睡不着 你看我有没有那个黑带 烟带又不得 已经有了 你的家人怎么样 好不好 晚清我的家人都没事都平安 可是呢 我的家乡现在还有那个秩序的日诊 所以罗多巴马拉爽 我们的家还在那个摇晃 那我还是很担心 我希望他们不在家 但是没办法 一定要回家 那我就跟他们提醒他们要小心 而且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不是只有我的家乡 所有的地方的人 让我觉得很难过 对啊 特别是你的家乡 卡拉曼马拉斯那些地方 阿比斯坦都不得 我都看影片 看照片 太感动了 真的 问什么多朋友们 特尔西的朋友们 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的 他们也学一步 他们也一直看新闻 这个时间 全世界的特尔西人都担心的 不是只是在台湾开始 你知道昨天 台湾的有 不是昨天 六号开始很多捐款 可是昨天开始了不直接 那个物资的嘛 很多人带去东西 因为特尔西现在很需要外套嘛 鞋子嘛 棉被嘛 所以大家帮忙特尔西 不过不是只是台湾 全世界现在这样的特尔西人 还有很多人帮忙特尔西 因为这个是超可怕的 你也看到新闻 对不对 太可怕了 因为两个大的地震 只是这个小时发生了 所以很多人 我的叔叔说 我们先出去 没问题 我们很担心 可是五个小时之后 非常冷嘛 我们再进去里面 第二个地震的时候 我的叔叔们 爷爷 奶奶 在家里面的 因为他们说 OK 有地震 可是外面也很冷 零下湿度 你知道你的城市马尔西比较好一点 因为是海边的一个城市 对 还可以的 可是尔比斯坦区是比较中部的嘛 非常冷 这边还会下雨了吧 对对对 现在有20公分的 因为是我爸爸昨天 昨天 不是前天去 尔比斯他们 帮忙他们 对呀 他今天跟我说 土家现在非常不好的一个味道 因为很多人过世嘛 他们的那个死掉的人味道 对呀 他说 现在大家的目的是 不是只是帮助那个倒塌大陆的里面的人 他们的目的是 赶快那边过世的人带他去 因为是现在开始很丑 这个是你们知道 这个也有一点危险的 就是那个 我们先说那个第一天的 比如说 那个哈台那些地方 大概 7.8G的地震 那时候我的家乡有 7.6G的大震 我的家乡 还有没有那个倒塌的屋子 但是一直摇晃的屋子 有可能比较远的关系 有这样的 对 然后我的家人 那一天都在外面睡觉了 都不敢回家 对 我就请我爸爸在那个车子里面睡比较安全 因为他还跟我说外面很冷 对 没事 可能没有跟你们那边一样冷 可是他们也跟我说的 他们很辛苦啊 不舒服啊 一直有头痛啊 心得不好什么的 我一直在担心 冬天 冬天 每个地方冷 特别人 每个地方冷 我的爸爸去两天呢 他们这个两天都在池子里面睡觉了 因为他还在有小的地震嘛 4.7 5.1 比如说昨天 昨天半夜大概 台湾的半夜大概2点半 在卡哈拉曼马拉斯 实在有一个4.7的地震 OK 没有很大 可是大家已经很怕了嘛 当然了 对 所以很多人在池子里面 还是政府准备的地方 他们现在睡觉 没有人进去道路里面 政府也说不能 现在不能进去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这个道路有没有问题 达到的道路 OK 已经不会 可是有些大陆是外面没问题 可是里面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的 当然了 可是你应该看到了 24年之后 台湾的州员队去Torch 还有他们也分享很多影片 现在Torch的很多新闻分享他们 因为是他们说1999年 9月21台Torch人来台湾帮忙 现在我们会帮Torch 这个是非常感动的 我看到很多新闻 感谢台湾 我们每次说台湾很友善 对不对 就是那个921的大的地震之后 当然台湾完全没有忘记我们 我们也完全永远不会忘记 台湾的这个大帮忙 所以非常感谢 这个是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事情 因为是真的 我们遇到的这个地震是非常可怕 对啊 感谢台湾这个部分是 很多台湾人总统还有副总统有些市场 他们都捐款他们的薪水 对 一个月的薪水 还有我看到很多台湾的明星网红 有些人捐款100万台币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感谢你们 因为是 比如说我不能捐款100万台币 因为是我没有那么多钱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有的钱是比较少的 可是感谢他们 重点是每个人是人 对不对 对啊 重点是这个 而且土耳其好像到现在没有遇到这么可怕的灾难 对没错的 应该算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难忘记的灾难 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 没办法 因为是 确实也应该知道 我们全土耳其人 我们等一个地震 可是我们在哪里等 伊斯坦布 对 我们以为是伊斯坦布会发生大的一个地震 所以大家在军服什么什么的都在伊斯坦布准备的 其实这个卡哈拉曼马拉斯城市是500年之前有一个大的地震 之后的500年 这是有小小的 三点多 四点多 因为我的现在的朋友们 我在此特别感谢 因为他们已经私塞了 我们已经那个状况好了 我已经那个汇缓了 还是我有这些东西已经寄出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 谢谢你们 真的非常感谢 比如说 我爸爸前天去那个伊斯坦去的时候 他带去了小小的一个火车 他们里面放了有些外套 水 棉被 他爸爸去老家 可是他知道 不是只是亲戚 那边有很多人需要这种的 还有我自己也是直接 比如说今天早上 直接寄给土耳其钱 我去银行 因为是这样的话 爸爸自己也可以用的 如果我的捐款的话 比较需要时间嘛 可是这样的话 比较快一点 比较快一点 对对对 这个没关系 我三个月四个月之后去没问题 因为每个人不能 十万一百万 一千万不能捐款 可是你想 你想 给一百块也可以 一千块也可以 saúde 你是哪个人 更好的 感谢你们 谢谢台湾 谢谢台湾 小心